第398期视频播出以后 有粉丝给我发消息 说好喜欢这个房子呀 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来个一镜到底的视频啊 这样才能看得仔细 粉丝既然提要求了 那必须要满足啊 那就按照老规矩 一个镜头从头路到尾 指甲快动作绝对不剪切 麻烦您帮我把那个免费的小红心点一点 我祝您左风源右发达 前有福星后有菩萨 不点赞也没关系 我祝您事儿少千多离家近 别人加班你加薪 房子坐落于安静的街角 一面朝南一面朝西 采光非常好 刚才我们是从朝南的这一面开始的 房子被绿树环绕 隐秘幽静 沿着车库旁边的小路 可以直通西面的大门 左手边是后院 一会儿我们再去看 现在先从大门进去 看看房子里面的设计和装修 推门进去就是挑高的玄关 右手边是会客厅 高挑的天花板 超大窗户安装在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 十分明亮 墙壁正中是燃气壁炉 冬天的时候 三五好友围坐在客厅 守着散发出温暖光芒的壁炉 分享难忘的时刻 这套房子的地址是10666157street 位于北苏里最好的社区台湾村 步行两分钟就是Dogwood小学 周边有绿地和树林环绕 大门的左手边是正餐厅 这套房子在这一层共有两个餐厅 两个客厅 完全是豪宅的标配 往前走就是厨房区域 这一层共有两套厨房 首先看到的是西式厨房 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层呢 因为在地下室 还有另外的客厅餐厅和厨房 西式厨房配有超大的导台 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和备餐空间 转进来就是中式厨房 配备了燃气炉头和强力戳油烟机 关上门就可以随意煎炒轰炸 不用担心油烟的味道 西式厨房的洗手盆 前方是窗户 后院美景一览无余 再往前走是早餐厅 另外一侧是家庭厅 是自己与家人的共享空间 是一个忘掉烦恼 身心放松的居家空间 通过这个法式双开大门 穿过Deck可以去往后院 后院除了整台的树墙 平整的草坪 还做了部分的地面硬化 方便使用 这边楼梯是通往地下室的 有一个两房一位的合法出租单位 可以从这里独立出入 院子里面还有一个池塘 可以在这里养几条鱼 好野情操 修身养性 这栋独立房土地面积8454尺 房屋面积5115尺 全屋总共7个卧室 6个洗手间 2011年建造 你可以猜一猜 开架是多少加币 我们在片尾公布答案 现在我们又走回到正门 再次从这个大门进去 刚才只是从远处看了看家庭厅 现在走近看一看 家庭厅的空间也是足够的大 两边沙发 中间壁炉 十尺层高 相当于3.04米 空间感非常好 这是一楼的公用洗手间 旁边是洗衣房 并排放置着滚筒洗衣机和干衣机 旁边还有一个水池 只要是经常用洗衣房的 都知道它的使用性 打开这个门就进入了车库 车库还有一个门可以进入侧面 通往后院 车库门上加装了玻璃 让车库里面非常明亮 同时车库的高度也是加高的 方便停放大型车 也方便放置各种物品 回到房子内部 在潮南的这一面 有一个卧室 适合老人居住 房间里面有一柜 房间外面还有两个衣柜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衣服太少的话 都对不起这么多衣柜 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地下室 要说这房子大呀 真是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都有理 地下室分为两个部分 下楼以后这部分是主人用的 首先是一个吧台 饮酒休闲的地方 旁边摆放沙发的地方 可以是另外一个家庭厅 它的对面是家庭影院 穿过吧台 另外一个区域是健身区域 旁边有一个卫生间 带有大尺寸的淋浴房 这是锅炉房 高效能的锅炉 热水器安装在这里 这道门是去往刚才提到的 两房一位的合法出租单位 它在地下室的另外一部分 这边往前走 是一个洗手间和两个卧室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衣柜 在房价飞涨的今天 独立房有一个合法的出租单位 可以依靠租金收入 帮助房主减轻还贷的压力 出租单位配备的 也是滚筒洗衣机和干衣机 旁边两个柜子提供了额外的存储空间 厨房的尺寸也是很大 水池前面有窗户 厨房中央的倒台 虽然不如主层那么气派 但是作为出租房来说 已经够档次了 这边是通往外面的大门 租客可以通过这里独立出入 与楼上互不干扰 这边是它的客厅 面积也是足够大 想想也是啊 一共5115平方英尺的面积 相当于475平方米 这么大的面积 肯定是每个区域都会比普通房子大一些才对 地下室看完了 现在我们上楼 这家主人对房子十分爱惜 房子保养的跟新的一样 上楼第一个房间是主卧 因为房间面积太大 所以即便是摆放了一张king size的大床 也觉得房间里面有点空荡荡的 巨大的窗户对着自家的后院 一整排的树墙为保护房子的隐私提供了天然屏障 主人房的洗手间有两个洗手盆 可以两个人各用各的互不干扰 一个泡澡的浴缸加上一个淋浴 淋浴间里面不仅宽大 而且还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可以坐下的位置 主人房的衣帽间是步入室的 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要是衣服太少的话 都对不起这么大的衣柜 现在我们看看楼上的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不仅面积大 而且两面有窗户 还有两个衣柜 房间内自带一个洗手间 这栋独立房一共是七个卧室 其中一楼有一个卧室 地下室有两个卧室 楼上一共是四个卧室 刚才看了两个 转过来这边还有两个 进门以后 左手边是一个衣柜 也是两面有窗户 它和第四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 华人把这种结构的房子叫做眼镜房 因为中间是洗手间 两个房间一左一右 就像眼镜一样 到这里房子就看的差不多了 今天介绍的这栋独立房 位于台湾村 是北宿里最好的社区 地段便利 学区成熟 开价239万9 你猜对了吗 请你再猜猜 最后会是多少钱成交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